底下我们要做的事情呢 是要把它装到 放到react里面 让它能用 那么在这里面呢 首先第一件事情是啥 还是得安装包吧 对吧 这能饶了我们吗 是吧 我们在react的时候 没少打这个命令 对吧 你这个本什么都没学会 你得学会装包 这练了那么多遍了 react redux 然后-s redux 没错 好 这个完事以后呢 我们做这么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叫什么呢 一个副组件 两个子组件 然后呢 它通过react进行通信 就是说呢 副组件里面呢 有这么两个 其实你这么做完了以后 你未来组件里面 就没有状态了 状态全部放到star里面去了 也就是说star里面有一个状态 然后有两个状态 然后呢 两个组件分别去 get其中 就是修改其中一个的状态 然后去拿另外一个状态 然后app同时也拿这个状态 能理解我的意思吧 我们来实现这么一个东西 04 这个是04吗 04还没考过来 好 那么在变成这个东西以后呢 有一点 因为我们回头需要react以后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干嘛 我们首先要要引包了 所以现在这个东西 我们就都 index里面这个东西 我们就都先删掉 因为这个跟那什么有区别 但一会我们还会把它再写回来 再copy也没问题 那我们在 你想他在index里面 在index里面他要干嘛 在index里面的话 他怎么也得 把那堆烂七八糟的函数 先弄出来吧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先从00里 把这个东西请回来 对吧 这省得我自己写了 写起来好麻烦 然后这个请回来以后呢 现在反正有一点 我们就都在现在这里写 等一会儿的时候 我们再说 把它放在别的地方去 react reactdom 然后哇 这个写的还挺挺全的 然后在这里面 首先我们要有申请两个模块 这个模块刚才我们是没有 没有那什么呢 现在我们要把它import进来 一个是create store create store刚才就有哈 刚才在这 你也create store了 对吧 from redux 第一个 第二个呢 import provider provider from 这个肯定是from 这不用说 肯定是from 他对吧 要么我装他干嘛 我们来说一下 这两个东西 到底都是干啥用的 为什么要import 这两个东西 provider 他的地位相当于谁呢 他的地位有点像我们 上午说那个 那个router里面 那个router 我们大家看一下router router干嘛的呢 router在 ok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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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 这有个router 他把app包起来 provider跟他的做法 一模一样 他也是把它弄起来 也就是说只有provider 照起来的部分 store能到处用 这就是provider要干的 唯一的一个 provider唯一的一个作用 所以在这的话 那么我们就要把它改一下子 看下哦 vider 看下啊 对 这件事情做完了以后呢 底线呢 我们要干嘛 啊 我们先说provider啊 provider用于 用于包住 包裹整个程序 它就是一个 一个wiper 它用于包裹整个程序 是这样的 然后呢 还有一个东西 叫connect connect 一会儿 一会儿我们再说 connect在这用不着 一会儿我们再说connect connect在别的地方用 然后在这呢 首先我们拿了provider 拿了provider以后 底下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说 我们底下第二步 这是第一步申请吧 第二步 我们要做什么 我们要创建start 刚才我们也干这件事情了吧 你看我们刚才在这怎么干的 首先引入这个做完了 然后是创建start 对吧 创建start以后 然后要create start 底下的像什么subscribe dispatch 这个都是回头在别的地方去做了 不在这里去做 所以在这的话 我们创建start怎么创建 首先你要先创建reducer 对吧 那就是function re 我们干脆把刚才那烤过来吧 对吧 在这儿把它烤过来 那烤过来这个东西呢 我们为了看着舒服一点啊 这个破玩意我们就不要了 然后这儿 reducer 这个OK 那么这个function有了 然后底下我们会干嘛 我们还让刚才那个思路来 我们要把这个东西 创造出来 对吗 我们把它创造出来以后 这start怎么进去啊 在空间里怎么能够拿到它 怎么能够看见它 这个方法特别简单 start等于start 就通过这个方法就下去了 也就是它通过这个方法 把所有的这些内容 给到了所有的位置 OK 那么我们休息一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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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